首先的话呢 刚刚的那个总共五个函数 那其实函数自定函数 做完之后你会发现 真的事情会变得非常的流畅 而且非常的快速就可以 把你想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那如果不是 那当然你就会要需要做很多事 像即便是函数可以做出来 可是你不可能说每一次 都还要再自定一下函数 才能够得到你要的结果 其实也是很花时间的 当然虽然花时间还是比 土法炼钢去算来得快吧 我相信还是有人慢慢去算 可是这真的不是对的方法 尤其是未来资料量这么大的时候 你还在用土法炼钢的时候 说真的你事情永远做不完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那数字各数函数 当然我们用超函数 当然未来也可以做成按钮 只是说这里我们可能比较需要应该是一个自定函数 那怎么做 一一样开启那个visual basic 所以前面都讲过一个模组 再插入一个所谓的数字各数函数 那这个数字各数函数的话 插入程序 记得用function 名称的话 当然你自己定了 我习惯是函数的话 后面加个函数两个数字各数的函数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 刮壶后面再加上要跟使用者要什么 当然理论上就是跟他要一个A缆的资料 就是原始资料 你给我一个原始资料 我才有办法帮你算 那可是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去发想 那我后面的程序该如何撰写 其实这个后面的东西 理论上当然没有 不过未来 怎么无中生有 基本上我的逻辑是这样 一 我要返还的是一个数字 几个字 所以理论上我会先宣告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也许叫count 那这个count预设值等于零 也就是没有 我那再来就是去算 那我怎么算呢 基本上就把这个他给我的原始资料 抓过来 那我把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做什么 诶 去比较一下 一副 他是在47到58之间的话 那而且是要连击 连击中间加end end的话表示说他是一个数字 then我把什么 如果这个end的逻辑成立的话 那就把那个count把它加1 对不对 一直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最后全部跑完了 那我又知道说有几个字的之后 那我就把它输出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给自己数字各数函数本身 结果就完成了 那怎么样把这程式拽写 其实没几行 不过我这边上面习惯上 我前面讲过一定要缩牌 习惯上也会加注解 所以第一个 我先产生一个变数给他一个初始值 就有点像你今天有人进来 然后你这边有个计数器 这有点像这个功能 预设值给他0 好 再来的话 for i 等于1 第一个字 这个1值第一个字 到最后一个字 那我怎么知道最后几个字 那这个地方 刚刚的公式是给9个字 不过我觉得 有没有在那个阵列里面 我们是1到9 其实有点像for i 等于1到9 可是你会多跑啊 那怎么办 一个储存储存格的例也可以追踪 那一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 我们可以用什么 LEN这个函数 应该在前面有用过嘛 算一下原始资料里面有几个字 它回来就会告诉5个字 所以会for i 等于1到5 然后呢 如果当然底下有这个Nokia 这个有7个字 它就1到7 会跟着什么 这个原始资料给的 什么 它的出生个长度而自动去调整 好 逻辑 这个应该不陌生 一附 什么呢 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 在那个 Essal里面是用Code Code Code OK 可是在VBA里面 它名称改了 它叫ASC 其他概念都一样 那你就切什么 切那个字 给它判断 那切出来的字就MID 原始 从原始资料里面切第几个字 I的话 第一个字先切过来 然后呢 第一个字取一个字 如果它大于47 end ok 特别说 在Essal里面是用称号 这边是用end 然后呢 而且是小于58的话 那表示它就是一个数字 就把它什么 看着加1 加了1 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不就全部跑完了 1到5 跑完之后 最后呢 如果是 那就帮你加1 最后加完之后 就把这个结果 传给这个数字 个数函数本身 那不就全部都算完了吗 这个逻辑应该 不是很复杂了 那如果你 而且前面都有写过嘛 类似的 不是for回圈 不然就一幅 逻辑判断嘛 顶多 可能你们比较不熟悉的 就是这个 累加的这个 变数嘛 不过未来 当然这个用途 还蛮广泛 像我们上个礼拜 那个K K有点类似 跟这个差不多 可是K的初始值 会随着你是第几列 比如说我们好像从第五列开始 那你初始值就五开始嘛 对不对 你这个初始值不见得一定是零啦 你可以给他一个初始值 然后呢 底下如果要加1的话 就是 抗着加1 丢回去给他 抗着加1 丢回去 这个等号 其实有点像把后面东西 丢到前面去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等号 基本上不不叫等于啦 OK 应该叫 哎叫什么 把后面东西 赋予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算出了那个数字 个数函数 那你把它执行过的话 这边就会多一个数字 个数函数 好 没有 向下填满 结果就出来了 那非数字个数函数呢 其实可以从数字个数函数怎么样 复制贴上 修改一下就好了 他只要改一下逻辑 所以复制贴非 非对不对 然后那个原始资料部分的话 其实差别就是这个逻辑啦 最重要是好像上礼拜有提过 偶尔有没有 这边就要比较 本来是大于 应该是 刚刚是小 刚刚是 方向改一下 刚刚是 大于47 把他方向改一下 不过要加一个等号 为什么要加等号 因为我们是40 这个是48 到57 所以47理论上 他也不是一个数字 所以就要加一个等号 然后这个地方 最后结果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你非数字个数函数呢 很快又做出来了 所以你这边执行起来 方向改一下 那这边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把结果 也帮你算完 那再来就是留下 可是刚刚是算几个 现在是留下的话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刚刚的变数 是一个叫Count的东西 可是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是要一个什么东西呢 一个哪些数字 比如这边要125 要帮我留下125 这边要8310 有没有 OK 所以呢 如果一样 其实程式你还是可以从数字个数 的程式来改 差别是在那个 我们本来是用Count 那 如果你要留下数字的话 差别是初始词 不是Count 我习惯是一个S S是 我习惯用S 一般是用Stream 自串的 反正那Stream的话 用S来代替 缩写一下 因为我要输出的是一个自串 所以呢 初始词给它空的 也就是没有东西 那什么时候会串之串 就是当它这个逻辑判断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程式 这个地方不一样 还有这个地方不一样 这个地方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所以理论上可以从 上面的数字个数函数 把它拿来做修改 改了总共三个地方 其他地方 通通一模一样 应该可以理解吧 S等于初始 这个也是大家同学比较容易confused的地方 就是到底主要是我要输出什么 是输出那个数字 或者输出那个英文中文 所以我初始词这个里面是空的 当它是这个逻辑 就是数字的逻辑 我才去怎么样呢 把这个字哦 这个是切出来那个字 把它串接 跟谁串接 跟S串接 S是初始是空的 所以它串接 假如说1 它串完之后 这个没有 丢过来 这就1了 里面S里面就放1了 再来2 2也是哦 所以它怎么样 在2 end1 那就是把它什么 end1 对 串完之后的话 丢给前面的话 那就变成什么 变成1 2 这样子 OK 那最后就125 就把它返还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那个数字部分 所以你这边 把它执行起来 留下数字 给它我们要的这个资料 向下填满 哎 各位可以看到 那留下英文的话 其实也可以从留下数字来变更一下 差别只是在什么 在那个 我们的范围 那我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 这个阿斯基科表里面 它英文的范围是在65到90 可是它会有大小写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全部把它转成大写 再来判断 就不用判断两次 不然你可能要判断两次 要判断大写 再判断小写 那这程式变复杂 好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先把那个刚刚讲的 留下数字的制定函数 到数字各数 画面先放给各位试试一下 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想想看 留下英文 或者留下中文 不认试看 那这些时间 会庭大写